當地高雄的寧母出現兩個路邊崩起的床 其中一個是那麼大床 差不多是一台車的長度 幾乎黏米各大火路風起來 今天水日月也把路邊搖開檢查 發現是地下水作成頭山流失 路邊這個崩起 暗時外出等的時間 因為現場這條街路的路邊崩起 出現一個困難 半多兩公斤 長度差不多三公斤 暫度大有時一台汽車這麼暈 附近公民看到是心驚驚 現場是在林務區因林家一個路口 因為路不崩下去 旁邊電池條子也避免要倒去 四、五點的時候它的路邊 路邊慢慢的 差不多一小時後下線下去 下線下去 我聽他們說是不是下水道 水公排 三百萬流失 土地就含了 那點五點也要倒 其實附近也有另外一個路邊崩下去的睡眠 透明市府上官黨委到現場書部 也調查完英 煙盤是這幾天大火 地下水很多 還加上另外一邊 水水關路回到十天 地數最在地下空泡四個流 這座身路邊崩下去 從我們的目前尚在施工 還沒有完全收尾的那個管材跟人孔的施工縫 那地下水就從那邊湧出 導致我們有部分的泥沙被帶到我們人孔裡面 導致路面下線 這裡又另外 冠軍事報路邊 暗算會補五點進行到的完工通車 它也會檢查附近的地下關閃 必然各在發生一樣的事情 記者中議會互相遇到 雄伯德